南区的玉里镇同步在27号举行了各乡镇人群聚集处的大消毒作业 预计要赶在清明廉价前消毒完51处场所 其中消毒第一天就从玉里火车站、公车站等开始 给游客或返乡扫墓游客一个安心的环境 因应疫情,玉里镇清洁队成立防疫消毒大队 3月27号开始在各乡镇人群聚集处大消毒 预计赶在清明廉价之前消毒51处场所 其中消毒的第一天先从玉里火车站、公车站等开始 给游客或者是返乡扫墓游客一个安心的环境 如果民众还有其他的需求 那可以向各里长来反应 那里长会通报给我们政工所 那我们政工所就会我们派员 然后到到场去来执行消毒的勤务 27号蔡秋龙一早就到了玉里车站周边 视察消毒的情况 镇长也呼吁现阶段是防疫严峻时期 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 请各管理机关以及营业场所 自助管理加强室内防疫的消毒作业 我们火车站以及我们电车排班 以及各个就是市场超市以及学校机关 公部门机关全力做消毒的工作 镇长也呼吁防疫消毒大队将喷洒漂白水配置的消毒液 对人体无害 也会特别保护露出等等的环境 喷洒的重点在人容易接触的扶手栏杆 公共区域座位等等 防疫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要勤洗手 管好小手不要再摸眼鼻口 在经过公共区域之后 用餐以及如厕之前后都要勤洗手来保健康 据指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